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 除了吴淑珍在今天的现身出庭之外 今天的日子也很特别 资深艺人阿批博在今天举行了追思会 追思会上台中市长胡志强特别在现场致意 胡志强说年轻的时候阿批博曾经是他的偶像 他走了让他非常伤心 资深艺人阿批博追思会 众好友包括了余天周游徐孝顺等人 全体为他唱上一曲乌鸦辉 但想到资深艺人一路走来吃得苦 台中市长胡志强哽咽的话都快讲不出来 他让我们快乐的一辈 所以我今天为你来打一辈 鼻子扮红嘴巴紧闭 胡志强台下哽咽 台上又忍不住落泪 阿批博的身影在追思会上播放 大家追忆场面哀奇 他曾经跟我讲过 他说天天啊 你帮我看看接接看有没有通告 我上一次通告 我这个腰顿排骨 我要这样卖差不多100分 很多人写了这一丝小卡片 把对他的思念别在树上 曾经何时还记得 带给我们欢笑的 是咱们的国宝 阿批博 中文新闻陈文芳台北报道